基本法除了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外 对香港的体育发展和教育也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令青少年进一步认定基本法 香港电台联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筹办了一个 基本法体坛大师培训计划 目的是以年轻人去将基本法的精要传授给年轻人 述线是一年三长 基本法一二三 基本法体坛大师培训日 而在第一日就请来重量级嘉宾和演绎运动员 老师以及学生 去讲解基本法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 研发和基本法和我们普陀市民都相关 其实我们代表一个地方出赛的时间是代表什么 我们坚持要明白我们的国旗和国国是代表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长征 我都相信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是代表中国香港参加奥运的目标 还有由李燦榮博士所主理的工作坊 透过这三天的培训 令大家成为了说好基本法的大使 一班同学之后就担任基本法体坛大使 将学到的带入中小学 做到一传十十传八 齐齐讲好基本法 我们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就是可以用中国香港的名义 根据基本法第149条 来与世界各国地区的不同的运动团体和组织 保持和发展这个关系 当然亦都用中国香港的名义来参与很多不同的比赛 其实基本法是保障了我们很多的生活空间 很多的权利和自由 亦都是可以这样说 其实是我们家的家规来的 其实我们既然是自己生活在家 无理由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家规是怎样的 所以我想不单只是说益处 其实是明白基本法 其实是一个明白自己家 如何运作一个很基本 必需要有的一个基本知识 基本生活技能 究竟香港在整个国家的限制地位是怎样 有了这个限制地位 我们就知道 例如我们和中央的关系是怎样 我们和其他的省市的关系是怎样 香港特别行政区 由中日文政府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在那个政策的继续是完全没有改变过 我们可以自行制定我们的体育政策 同时间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有现在香港的 现在我们有83个体育众会 之前没有那么多的70多个 都可以继续根据这个条件 来推他们自己的运动和运作的模式 教大在体育老师的培训上面 都有非常完善的一个系统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基本法在136至147条 我们现在要了解是对教育 包括了我们今天谈的体育 都有相关的条文 一方面我们说教育 就叫做得智体群尾 体育当然就是我们五育的很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也很着重现在在这个新的 我们希望发展的方向之下 配合国家和特区的发展 很着重那个德育 我们首先要自己 无论是体育老师任何老师 都要首先自己的品格 道德方面是要有一定的水平 运动员他们还没有进会议会议之前 在他们所提属的体育总会 他们都已经开始灌出一些国家的观念 爱国爱港的情怀 如果他们更进一步来到体院 作为这个精英运动员的话 他是代表中国香港出去比赛 是一个身份 是一个很清晰的身份 这个国家观念相当重要 教育很重要 其实我们代表一个地方出赛的时间 是代表什么 全世界所有我接触过的国家运动员 都有一个很强的国家观念 我们说教育是人感染人的工作 精英运动员他的言行举止 他的表现 体育老师通过他和学生在体育课堂 通过自身的言行 和运动员自身的经验交流 其实很容易很正面感染到我们的同学 所以这里也呼吁多些的精英运动员 多些的体育老师 甚至是关心体育的朋友 多些出来 将我们在体育里面 我们叫做体育家的精神 我们是有一些正向的教育 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 好好地一起去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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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